已经定义好了 所以如果你要查询的话 前面部分的话你可以根据 这边有一些像员工代号 你可以直接拿那个V软数 去找到像部门表 那部门表里面的话你可以根据他的那个 就是 部门表里面的部门代号 去把他的那个部门名称 直接把他带过来 跟前面的方式是差不多的 只是说这个地方 也是一样 是跨了那个不同的那个工作表 按确定说其他部分的话我想 一类推 那细节部分呢因为跟前面蛮雷同的 只是说把他查出来 那查询部分的话是分别 我们把部门表查出来 再来的话根据那个 客户的那个限制名称 那一样的话呢我们也是针对那个限制表 去把那个 这个限制代号把他带过来 那其他还有所谓的分类表 我们把分类表的部分 也一样 按照他的编号 查出 我们需要的那个分类名称 其他的话还有根据客户 把那个其他的客户名称等等的资料 分别把它查出来 包括就是那个客户名称 跟县市名称等等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员工表 分别一个一个 上面其实都有三观的参考答案 那把这些全部都查完之后 再来的话根据 刚刚的那个12个问题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公司 里面的那个 这些问题分别把它解出来 那为一个主表之后 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想知道那个公司的全部业绩的话 全部业绩 这点特别注意 全部业绩的话你不需要放 列标签 也不需要蓝标签 你只要把那个销售金额怎么样 直接放到我们sigma 就中间的部分 增加一个资料栏位 他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加总 也就是里面所有业绩 通通帮你加总起来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数字 就是这家公司的全部业绩总额 OK所以第1个 第1个问题 答案在这里 回去的话有时间的话 可以 自己试做看看 再来的话如果说你要增加限市 各限市 不同的限市 它的业绩总额的话 那你可以把什么呢 把那个 县市名称 拖拉到列标签 它也会纵向的显示 但如果你要横向显示的话 你可以把它放到蓝标签 它就变成横向显示 只是显示的方式不一样 OK 那这来的话呢 第3个问题 如果说我今天呢 除了要各县市 还要各部门的话 你可以再把那个部门名称 直接拖拉到列标签 后面也可以拉OK 这样我们纵向就可以显示 前面的第1顺位是限市 第2顺位的话就部门名称 那再来就是它的相关的业绩 也可以把它加到后面去 第3个问题 第4个问题的话 如果呢我今天分析的 换一个 比如说我要 这个部门名 这个各部门 所以你可以把什么 各部门放在前面 第1个顺位 然后后面各产品的业绩 后面其实呢 也可以帮我把它加起来 所以第4个问题 只是把那个列标签的部分 换了两个栏位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分析 你可以把它直接 放在那个列标签的部分上面 再来的话呢第5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 对调 怎么样做对调 其实对调很简单 把那个 栏跟列两边颠倒一下 本来的名称 在上面 栏 那就会变成列 两者之间可以做对调一下 或者是 好像上面有个功能 栏列对调 你按一下栏列 也会自动对调 当然 两种方法 再来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问题 6 这个第6个问题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 不是加总 而是 交易的 比数的话 那其实 很简单一个方法 其实本来预设是加总 加总我前面讲过了 其实就是三比辅 就是把里面 关于哪个 那个名称 做三比辅 那如果说你要计数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项目的这个 比数 个数 他会自动把它 改成比数部分 其实里面实际上运行的就是 康一辅 就是把那个康一辅 加上去 最后的话呢 一样百分比 百分比我们刚刚才有讲过 你可以把什么 值的显示方法 改成总计百分比 他就会显示出来的 不是加总计 而是 他的百分比 OK 这部分的话 前面好像都有讲到过 再来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呢 每个年度 的销售总额的话 那我可以把月份 跟年度 把月份放在列 上面 把那个年的部分 放在 这个蓝的部分 再来的话把它加总 你会发现显示出来 就是 每个年度的资料的显示 还有月份 最后当然会有一个每一季 如果说月份 假设你不是要一个月一个月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变成群组 比如说你要一季的话 你可以把 这个上面 按滑鼠右键 在上面按右键之后的话 它会跳出一个群组 群组的功能主要是说如果你要是一季就是三个月的话 那你可以跟他讲说开始是从第1个月 到第12个月 那我的间距 是三个月 一季 帮我做一个群组 那会把三个月 就群组起来了 这个群组功能 用到的机会还蛮高的 有些东西 如果说 你要把 年 未月 或者等等 把它做群组的话 就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在这上方按右键 回个群组功能 可以把它加上去 那问题九就是 把刚刚每个年度 把它变成每一季的销售量 季的部分 OK 那你可以用群组功能 帮我把这个 季的部分加上去 最后的话 列出每个部门 每个业务员 还有每一个客户的交易金额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 这个 包含就是说 部门的名称 跟 业务姓名 还有客户的分别把它放到 底下 他就会帮你 也就是列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放很多 上面显示出来的 那个栏 他就自动帮我把 针对不同部门 员工 还有就是说 他的客户 所交易的金额 会帮你显示出来 最后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显示出那个 2009年的那个 Top Sale 就是说哪一些业务人员 他的那个 交易的金额 就是业绩最好的话 那其实你只要怎么样 把那个员工 放在 就是列的部分 把他的那个总计 就是销售金额放在 这个 加总的部分 那再来 最后记得 如果要排序 最后的话你可以 把那个 他的顺序 用Z到A 就可以了 那他会帮我排序 高的在上面 低的在下面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呢 当然就显示出 哪些业务人员比较高 比较低 他顺序就排出来 最后一个部分的话就是 再筛选出 这是 比如说只列出 2009年的话 那我们其实可以 在年度部分 就多一个条件 年度 也就是前面刚好用到 年度部分 你可以只列 就是 在 2009年部分 把它打个勾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显示出 我们 最后要的结果 所以这12道题 主要就是 针对阻挡进来的资料 假设说你有需要 不一样的资料结果的话 你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快速的 把你需要的资料 给取出来 OK 今天的话 时间大概 还有一点点 请各位呢 试着把刚刚这个 12道问题 试着做做看 好